當我講到神的祝福代表是成功神學 我想講出成功神學和聖經的教育有甚麼分別 成功神學是甚麼呢? 成功神學就是 有些人說你想要錢就做多些神要你的事 你奉獻多些 神是會給你多些錢的 我絕對不會這樣教育 我沒有說你想要多些錢就做神要你做的事 神會給你多些錢的 不是一定的 神會給我們足夠的需要 神會給我們需要的一切給我們 但不一定是有錢 可以是貧窮 但足夠吃便可以 神的福氣就是吃的 神會示給我們平安喜樂 力量信心 多大的困難都好 你依靠神就會在困難中有力量去咬神 不是一定個個都順利 我自己都經歷過很多困難 我今天都有困難 但在困難中我得性有緣 我是不怕困難 我不怕任何負面的說話 我不怕任何誤會 不怕任何不好的事 因為我靠神的時候 神一定會祝福的 這是力量來的 神也祝福我 需要一切慈禁我 給我恩賜能力去服侍祂 但到達今天的狀況 我是經歷過很多的辛苦 很多的親近神 倚靠神 遵從神 由神祝福我 我都想告訴他們 這條路是給你的 而馬坑十章29至34 就說了耶穌說到 叫我們為祂捨備 很奇妙的 但是一方面神說 祝福神有幾位 為祂寫幾位 其實呢 在肥拉比書一章 二十九節 那裡說 因為你會窮因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祂受苦相處 不是一定說 樣樣有錢 有世上的成功 不是一定說 都會為祂受苦 成功神就強調 成功有錢 但我絕對不是強調人 我強調神 辦自個祝福 心靈和環境 和力量 和信心 恩事 侍奉的能力 在馬坑十章29節裡 耶穌就說到 祂說 就是我們為主犧牲的 神就會賤給我們 甘生得百倍 得什麼呢 又是得那些東西 房屋弟兄姊姊姊姊 那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為神的餘故 可能我們寫一些錢 神又供應我們的需要 我們可能寫房屋 可能住人家很小 但是神讓我們做得很開心 就是一個人跟同神的時候 神是凡事祝福我們的 我希望大家深信這件事 真是神是凡事祝福我們的 寶羅 我們大家知道 祂很犧牲 為神犧牲 但是寶羅說什麼呢 《菲律比書》四章十八節 《但我樣樣都有 並且有餘 我已經充足 因我從二班級提 受了你們的貴送 當作極美的香氣 為神所收留所起的祭物》 寶羅為主 輕生很多 但是他說我樣樣都有 並且有餘 而且是充足 我想講這個教導的 當我們全心間從神的時候 神會凡事祝福 但是不一定代表很多錢 但是有足夠的 但是神也可以佔給他很多錢 去服侍他 去祝福人 這是第一 跟著有一個相關的教導 就是能夠時事宣告神祝福人 神的美善 正面看凡事 這個也是聖經的教導 這是我時事 有些人可能覺得 你整天都是正面的 我們很困難怎麼辦 我意思是這樣 我也有困難 在困難中我怎麼辦 我就說神一定幫我的 這就是正面 負面的 是困難 是死了 我很慘 我很不開心 這就是負面 實在沒有這樣的 聖經全都說到 我在困難中 而是我的幫助 是我的力量 它一定幫我們 所以負面的思想 並不合乎聖經的教導 但是美國有一個 叫做positive thinking 有一個水晶教會 它這個positive thinking 是不同的 它是甚麼 我見過這個老師 他都在網上很多的言論文章 那他講甚麼呢 他說 他不講罪的 他不講人不好的 他只是講甚麼都很好 很好啊 你們很好啊 有些人都很好啊 甚麼都是好的 這一種的正面思想 不是我所說的 我一樣看給別人的罪 但我告訴別人 你有罪不重要 神灰鬼神就赦免你 神給你機會興起的 你不要犯罪了 我看到別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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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主赦免你 聖過靠主聖過一切的罪 我今天想講的是甚麼呢 即是說 其實我所講的 並不是成功實學 而是一個聖經所教導 你親近主 信靠主親近主 神凡事祝福 你想不想 神凡事祝福你 這個給我們很多信心 有很多人說 我很擔心我的生活 其實不用擔心的 神要照顧你的 但不是代表我們不做功 我們做好一切 神一定會照顧你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這個教導 因為這個教導 可能在教會裡面 是少說的 但我看得很清楚 很多經文說到這件事 所以我在這裏教導的時候 有人問過我 他說 好像你經常都說很順利 神怎麼祝福你 那我其實是神一樣祝福你的 只要我們親近主 信靠主 遵從主的仇 神凡事祝福 希望我們真是走神的路 好嗎 遵從神的吩咐 做神的吩咐 你就看到前面 是越來光明 神必然凡事祝福你的 幾困難都好 不要用負面看 用正面看 神一定光在你 好 祝福大家 挑戰 神章 神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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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捷